民国106年7月30号 当年桃园市府在桃园妇女馆 正式成立桃园市新住民联合中心 由市府各局处编组人力 以尊重友善权益保障多元服务 陪力发展作为私达目标 全力支持新住民在桃园的多元发展 根据统计当年桃园市新住民人口 占全台湾的11% 因此桃园市府在民国105年 成立了新住民事务委员会 提供各方面的咨询服务 更在当年进一步成立新住民联合服务中心 成为新住民服务的第一线窗口 另外当年桃园市府也规划在民国107年4月 让旧桃园分局转型成为新住民文化会馆 推广新住民文化体育等活动 并提供辅导就业 法律咨询 舍离协会 从事文创等多元服务 全面照顾他们在台落地生根 让桃园成为他们第二个家乡 这一条报道